随着龙年春节的临近 各地节日氛围陆续上线 近日记者在中国龙灯龙舞文化之乡 重庆同梁看到 当地的龙灯彩杂手艺人早已忙碌起来 多家龙灯彩杂厂业务已经报单 同梁龙灯彩杂是一种以龙文化为主题的灯彩艺术 是一种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工艺美术 2021年 重庆同梁龙灯彩杂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同梁城区的一家龙灯工艺厂 龙灯彩杂市级非遗传承人周千明和工人们 正忙着为山西的客户赶制一批彩龙 他们有的在鞭杂龙头骨架 有的在耐心细致的缝制龙身 有的正在对长形的龙头进行彩绘 最近一段时间 该龙灯工艺厂已接到多起外地订单 工人们因此加班加点制作 争取在约定时间内交付 作为铜梁龙灯彩杂三大流派之一 周氏第三代传人周千明 从小就学习龙灯彩杂 他制作的龙头不仅栩栩如生 还威武霸气 铜梁龙灯制作工艺大部分为传统手工制作 一条25米长的彩龙 仅龙身的鳞片就有两千余张 这些都是需要扎龙艺人一针一线 手工缝制 而制作这么长一条彩龙 五名扎龙艺人需要近一周时间才能完工 据了解 铜梁大大小小的龙灯彩杂厂 有近十家 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在多个村舍建立龙灯彩杂基地 目前当地有400余人从事龙灯彩杂工作 开发出龙灯系列产品120余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